新鲜流行多一点 烦恼压力少一点 健康有机再多一点 职场干苦 推开一点 生活 资讯 流行 文化 一字到位 上载咯 最有料 最新奇 最够位的观点 全都在书尾的 POP最正点 10点05分 欢迎回到第二小时的POP最正点 我是林书伟 我们这一小时访问到的是 微笑台湾的总监李沛书总监 总监早安 嗨 书伟早 很多朋友可能看过微笑台湾的杂志 这个是天下杂志 其实很早很早以前 做了319向前行 盖章那个时候 对 盖章那个时候 然后后来 后来你们就有了微笑台湾 这样子的一个想法跟出版 对 所以其实也是走了22年了 好久哦 大家都想说你一个台湾怎么可以写22年 然后每个乡镇都这样跑 难道有这么多可以写的吗 答案真的有 有是不是 而且现在越写越写不完 那重复的可以写吗 重复的要等它发生新的改变的时候 我们才会再写 那现在319是还没有写完吗 现在是368了 哦 现在368了 对对对 又重组了嘛 改参 所以现在368你们走了多少 我们几乎都 应该是不是我一个人走嘛 就团队大家这样子走 其实应该都走遍了 哇 所以在地哦 我们常讲说在地化就是国际化 对 因为你要跟国际相竞争 你一定要有最在地的东西 你才会有特色 才会把台湾最引以为傲的东西 把它国际化 全球化 那我们这一集特别要讲的是马祖 因为我们比较少讲到外岛 那马祖金门澎湖 马祖我觉得是一个很迷人的地方 因为我曾经跟一群朋友 蔡大哥我们去马祖路跑过 哇 这个路跑非常的硬 真的 那个真的为什么叫硬 就是真的是硬地马拉松 它那个地跟其他地方也不一样 不一样 波度也不一样 波度是上上下下 你知道上上下下真的是非常耗体力 所以我记得那一群男生 本来他们在别的地方都跑全马 他们在马祖只敢跑半马 太累了 那如果我们要讲到这个微笑台湾 我们来讲这个马祖 马祖有什么特别独特的风情吗 我觉得马祖他很特别的是我还记得 我大概在十年前的时候就第一次去 然后去之前就有听说我们就是公司里面 以前的年轻记者 当时在跑319巷向前行的时候 就是要去不同的地方采访 然后他说马祖那我飞马公 他觉得都有马 所以觉得应该就在马祖这样 飞过去的时候发现 我怎么到了澎湖啊 你知道大家那时候对于乡镇搞不清楚 那现在大家比较知道 就是南竿北竿 就是以这为主 然后他其实有四乡舞蹈 我到那边去的时候 让我觉得最伪出国的一点 就是语言这件事 因为我们一般人就是在台湾 顶多就是讲台语就是闽南语 但他们那边是闽东 闽东话 所以他们有时候讲话你会真的有点听不懂 听不太懂 对 然后吃的东西有一点类似又不太类似 然后主要是建筑 跟当年那个有一点 有一点围苍苍的那种感觉 真的让人家觉得很迷恋 就是网美应该会很喜欢在马祖拍照 如果以马祖金门澎湖来说的话 我觉得马祖拍起来应该是最有特色的 而且我印象当中很深刻 就是我以前都觉得说我去澎湖应该就是离海很近 对不对 可是马祖我真的是睡在民宿的时候 是听着海浪声睡着的 马祖的海鲜也很有名 对 我觉得说也真的邀我这时候来很好 对 因为六月开始啊 那个淡菜是最肥美的时节 然后我记得我就去年去采访的时候 大概就是五月的时候 然后那时候吃到我就觉得我就是这辈子以前在吃的是什么 就我不觉得那是淡菜 所以你这淡菜超肥美的 真的很好吃 就是像国外的Oyster 对 对不对 然后我们就这么肥美 对它真的好大颗 然后真的很甜 这时候正是季节 所以补充那个心都补充的很够就对了 所以现在差不多是这个季节 马祖的旅游季大概是几月份啊 其实大部分人就会想要去追那个蓝眼泪嘛 所以大概就是五月开始就慢慢有了 然后有时候就是看潮汐啊 然后温度啊 整个气候 那个蓝眼泪有时候爆亮的时间不太一样 但主要就是集中在夏天啦 夏天 那因为它就是东北季风的关系 对啊 你冬秋冬那个风太大 你要去的话 我觉得真的是体验另外一种风情 但是就要被关倒 就是我们常常都讲去马祖送关岛的那个准备 我们跑步的时候是十一月份 十一月初 所以其实已经开始凉了 然后风很大 我记得在马祖 我连头发绑起来 我整颗头好像快要被飞走了 吹得很大力 我们想说这个新竹风很大 马祖风更大 更是 好那像你们这个微笑台湾啊 你们做了这么多这么多的主题 那一般来说 你们一定要去发掘一些新的东西 像你们这一次做了创生 创生见习的旅行 这是什么一个概念 我们夏季号就是很大胆的做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想要把地方创生 就是大家现在讲的那个地方创生 做一个梳理 就是告诉大家说 其实做地方创生跟每个人都有关系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家乡 你心里面不管你常不常回去嘛 你就是知道自己的家乡在哪里 那我们人都会希望自己的家乡 是很棒的 就是现在是很蓬勃发展 或者是讲到说你是哪里人了 所以你会觉得很骄傲 对 我觉得那个是 台湾人自己想要的一个在地的自信 对 那既然那么多人都愿意回到家乡 甚至是有一些人爱上那个地方 他就移居到那边去 想要为那个地方做一些事情 那我们为什么不帮助他被看见 对 那时候就是用这样的一个初心来做的 那这一期我们就把它命名为 我们的生活在地方 因为现在很多人的生活已经不是说 我只能在大都市里面工作 我还有很多种可能 我甚至可以移居 我可以两边跑 因为现在那个网路跟交通太方便了嘛 对 所以我们才会想说用这样的主题来做 但是你知道讲这个主题好像听起来又很硬 对啊 想说创生 创生是要什么样的情况叫做创生 有没有一个定义 是 没错 所以我们因为那时候地方创生就是从日本过来的名词 但是到了台湾 它其实长出了自己的样子 那因为我们在沟通上当然是以好沟通为主嘛 就没有特意去改变这样的一个说法 但其实地方创生解决了很多的问题 包括偏乡的教育 偏乡的交通 然后老龄化 少子化的问题 都有可能透过地方创生来做改变 那甚至我们觉得很棒的地方 像刚刚讲到马祖的秦碧村 它为什么可以这样子持续二三十年被留下来 其实社造那时候 就是社区营造发挥了一个很强的作用力之后 就接棒的就是地方创生 要让这些年轻人可以回去继续保护它 保护这个景观 对 那回到我们这次为什么要有建学的旅行 因为我们觉得讲议题实在是太让人难以进入了 很多人想说难道我这个旅行是要去做研讨会吗 不是这样啦 不是 但是我们可以透过一趟很轻松的旅行 可以让你了解到说 这一些人原来就叫做地方创生 他们为地方带来了什么改变 好 所以地方创生的前身应该就是社区营造 只是名词不太一样 但它也有一点点改变 又更广阔了 那你们这次去马祖地方创生你们观察哪一些点 哪些地方 我觉得可以来从几件事情来探讨 就是我们在最早的时候是看到了这个东影 东影真的是叫做离离离岛 哎呀我们有听众朋友可能在东影当兵 真的大家都这样跟我讲 我就是去马祖当兵的 然后要不然就是那个旅行的话 你常常很多人都不知道金马金马有什么不一样 对但是现在当然就是旅游风气很盛了啦 就慢慢比较了解 但是我也会很好奇说十年前 譬如说我十年前去采访的 跟十年后有什么样的改变 然后就有一则新闻让我很讶异 就是东影这个离离离岛 它在2016年的时候 就是很漂亮的我们印象中那种 石头砌成的那种房子 要被涂成彩色的 就要把他们想说都没有人来 那我是不是就是做一些彩绘 把它变成像意大利五渔村这样子 这么缤纷美丽的颜色 就可以吸引旅行的人来到这个地方 这样就不是东影了 对这样子马祖就不是马祖 东影就不是东影了 所以就是有一群这样子 年轻人或是在地的人 对他们就觉得有意识到说 这样子是不对的 这样子可能会就是失去一些什么 所以他们就回去做了一件事情 他们先调查颜色 属于东影的蓝是什么蓝 绿是什么绿 然后就把它做成了一个 就算是那个色票 去记录所谓东影的颜色 然后最后再把它变成 东影上面岛上有三百多户的人家 然后帮他们用桃烧成了这个门牌 这很有特色 很漂亮的门牌 它是用一二三四五条 去拼成的 那我们等一下再回来看看 在东影这地方 地方创生他们还做了哪一些的事情 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最有料 最新奇 最够味的观点 全都在书尾的 POP最正点 好 10点18分 欢迎回到POP最正点 我们今天访问到的是 微笑台湾的总监 李沛淑总监 来跟我们聊聊 微笑台湾 这个季刊 一年会有四本 对 一年会有四本 那微笑台湾 就是要走进台湾的乡镇 然后跟大家来聊聊 这些乡镇有什么样子的一些 改变跟不同 那事实上 台湾的乡镇从十年前 因为总监你以前是记者嘛 对 那就是深入到各个县市去 到处跑 十年前十年后不太一样 不一样 我觉得他们近年来 又越来越快 因为有这一波风潮 大家想要返乡 移居 甚至就直接留在家乡 做点什么事 你也知道年轻人就是创意很多 对 就会带来很多改变 就是要给年轻人一些想象跟空间 不然的话 他就会觉得返乡没有前途 但是现在有这样子 可以返乡 然后用网路在工作 然后又做地方创生 就是类似像社区改造 以社区为一个单位改造 从自己的社区开始 那刚才 佩淑总就有提到东影 三百多户而已 那还好没有七成像意大利那个 对 现在就是你去的时候 还是非常的美 他非常的那个淳朴 就是当年的那个样子 那就是当地的年轻人 对 他们 他们有三位年轻人 就是都是东影人 然后他们是国小同学 然后那时候就想说 好我们做完这个调查 然后把这个门牌做了一个变化之后呢 我们是不是可以再来做一些什么 然后他们各自就有各自的专场嘛 有些可能是学设计的 有些人学景观的 有些人学餐饮的 然后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就沉住了一个空间 现在那个空间叫做 咸味岛工作室 咸味是很咸的咸吗 对很咸的咸 那为什么叫咸味岛工作室 因为那个这个场域 原本以前是在生产鱼鹿的 啊鱼鹿就是咸咸这样的咸咸 所以他把它取名叫咸味岛工作室 然后现在就是一个 他们把它称之为地方的小客厅 然后同时它也是咖啡店 然后也是一个展演的空间 所以他们就做了很多社区美学的课程啊 然后或者是说会像夏天 他们之前就有做展览 就邀请说那个部落客 或者是摄影家 可以去那边拍一些照片 然后就在那边做展览 然后晚上的时候会带你做观星 因为妈祖他们现在 你知道晚上没有什么光害 对然后他其实就是最美星空 他也很希望说 大家不要就是一下就离开 当然啦那个东影 到那边没办法一下就离开 你光那个等船可能也是要过天了 然后你就在那边住一晚 晚上没事做干嘛 看星星 就一个很棒的行程 所以他们这个咸味岛合作社 前身就是一个鱼鹿工厂 然后这些年轻人回到岛上 开启了咖啡厅 但是我们还是蛮关心的 他生意好不好 能够存活下去吗 所以我觉得这样年轻人厉害 他们不会只开咖啡厅 就觉得说我就可以 就等客人来 不会这样子 活下来 对他们做了很多事情 那包括也有做一些教育的案子啊 然后接一些设计案啊 然后或者说一些活络 社区的这些合作 都会变成他们的养分 然后再去接更多的工作 OK 然后他也把东影上面的这个家家户户的门牌 换成了是用陶瓷做陶土门牌 对 那他们跟当地人沟通 当地人接受度很高吗 一开始当然还是 我觉得他还是有一个优势 他就是东影的小孩嘛 对啦 大人也要挺小孩啊 对对对 但是我外地来不一定哦 是就可能就会要磨合期又长一点 但是就是会疼自己的 就是自己家乡的小孩 对那相对我觉得容易一点 反而是那时候自己的爸爸会觉得说 你到底在不务正业什么 对啊 又想说会不会赚钱等等 那他们一般来说 应该营运下去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对慢慢就会抓到自己的那个平衡点 因为像现在网络的这个这么方便 他也不是就是只有做当地的 对 对他可以接外面的一些案子 他如果就是有贩卖一些商品的话 他网络贩卖也是可以 没错 只不过这三年刚好遇到疫情啊 因为疫情就是观光客也不能去 可是疫情间会不会台湾的朋友 反倒去离岛的机会也高 所以他其实2021年就对 那时候就已经慢慢回来了 很快 对不对 所以搞不好现在就是他们东影 为东影带来了很多的商机 好那除了东影之外 在北干南干有一些例子吗 对我们来讲一下北干好了 因为大家知不知道那个北干跟南干其实就很近 那个交通船很近 而且半个小时就一班非常快 所以你飞去南干飞去北干都好 然后北干就是有秦碧村那个地方 那我们可以介绍两个点 就一个点就在那个板礼大宅那边 对他那边有一间背包客栈 青年旅社 对类似像青年旅社这样子 然后他就是用我们传统的那种石头屋去做改造的 然后背山面海我觉得非常的漂亮 然后那个地方他也是就等于是 那个马祖的女儿就在那边开了这间民宿 然后他爸爸过去是马祖的那个文化局的局长 所以也就是我们刚才提到那个90年代 保留下来这一批老房子的很重要的关键人物 那我觉得那后代当然就是耳濡目染嘛 就是知道这些老房子的重要性 只是他换一个方式把它保存下来 所以你住在这个石头屋的时候 他会跟你介绍说这叫做印式建筑 印不是印 就是印度的印 但他不是讲印度的建筑 他讲印章 就是看起来像印章的那样的盖法的一个建筑 然后是用人质器的方式 他会跟你这样介绍他的这个建筑 然后你住在里面 夏天真的是蛮凉的 但你知道冬天就是会比较辛苦 他们叫做会呼吸的房子嘛 比如是太通风了 太通风了 风会穿进来 那怎么办 他们冬天怎么睡 冬天的时候其实就是客人就会比较少 但他可能就是多一些预寒的这个设施提供给你 但是夏天去就真的很舒服 这也是就是当地的孩子啦 长大之后自己返乡 来做这样子的青年旅舍 他其实他类似像FBMB之类的吗 对但是我看那个照片真的很美 因为他就是后面就是石头的那个墙嘛 然后他又用那个漂流木去做整个打造 里面都是木头的家具 很有创意 所以他叫大宅三月青年旅舍 没错 大家如果有机会去北干的话也可以去玩一玩 然后我还看到北干有一个什么 琴若咖啡 其实那边蛮多的咖啡馆我记得 对 那我为什么特别提这个琴若咖啡 因为大家每次去到马祖就吃什么 就是老酒面线 老酒面线 对就是大家吃了传统的食物 总是会觉得也会腻 想要吃一点不一样的 然后这个年轻人呢 他就是在秦碧村这边里面开了一间店 视野很好 哇他直接练海 很漂亮 对对对 那一开始呢 其实是他妈妈 他妈妈是一个烘焙老师 想要来这边做一些事情 因为他退休了 然后就爱上马祖 爱上琴碧这个地方 就想说我可不可以为地方做一些事情 我可以来教大家做面包啊 然后大家可以开面包店啊 然后后来他就想说 那既然要开这样的一个店的话 总是要有一个老板在这边吧 然后他可能跑来跑去 没有办法长居于此 所以他就问他的儿子 说你要不要来这边当我的店长 没想到他儿子 那时候还很年轻哦 那二十几岁而已 就二话不说说好啊 他自己很压抑 会留在家乡 对 他不是留在家乡 他等于是移居去 去行币 然后那时候我们就问他说 你为什么会二话不说就说好 他说因为他在都市这边生活的时候 他其实觉得越工作越累 然后那个累是有很多不必要的杂事 然后人际关系也很复杂 然后譬如说我要跟你约 说我们约完之后就是 好我们见面了 相谈盛话 我们就说那下次见 但永远都没有下次 那都市人相约就是这样 所以他就觉得说他想要的是 对真的 尤其是台北人 我们当然就是当下很珍惜 所以我们尽量是不要讲说 下次约吃饭尽量不要 对真的 要约就是马上就好 我们是什么时候要约 下次见 对 他就是讲这个例子 我们也真的了然于心 然后他就是很喜欢那种 很淳朴的地方的生活 所以他在那边开店的时候 他也遇到那个问题啊 语言不同 他就去向附近的邻居的伯伯 学马祖的话 好有心哦 对真的很有心 还把那个课本都找出来 然后就真的去学那个马祖的 怎么讲那个闽东语 然后他在里面做的是披萨 因为是烘焙老师的小孩 对小孩 然后做披萨 然后他把那个披萨的味道 就跟在地的特色做结合 就说老酒猪肉蛋披萨 哇 老酒猪肉蛋披萨 对 哇所以他里面就是 把老酒这个特色的这个饮品 对 把他放在披萨里面 真的现在应该是去北干闭房的店吧 真的就是会想要吃点不一样就可以在那边看海然后吃披萨 所以这个都算是创生概念当中的一环 对 所以包括开店这一种 就是他创生的意义就是要以当地的特色为基底嘛 是不是会讲的越在地越国际 所以你要以在地的特色在地的DNA到底是什么 然后怎么样帮助在地创造就业的机会 然后让更多的人来到这边认识这个地方 好所以如果以这样的概念发想的话 其实全台湾好多县市的地方创生 其实这样算起来蛮活络的 因为越来越多年纪人 我们节目也访问过好多年纪人 他们就是留在家乡 或者是那个不是他家乡 他只是太爱这个地方 于是他就住在那个地方 对 例如我们有访问过一个朋友 他太爱小琉球 他就住在小琉球 他就是台北人 他就住在小琉球 然后可能一年才回家两次 但是他对于小琉球 他们当地的这个地方创生 也贡献了蛮多的心力 我觉得这些概念都蛮适合 跟大家一起来交流分享的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再回到节目当中 10点33分 欢迎回到POP最正点 今天访问到的是 微笑台湾的总监李沛书总监 来跟我们聊聊 他们这一期的季刊 我们的生活在地方 同时也跟大家聊聊 马祖 因为他们一连 其实每一次的季刊 都有很多不同线市的一些报道 然后他们会深入去找这些主题 那我们刚刚讲到了 马祖的北竿 那南竿有什么好玩的 南竿应该是大家最熟悉 最常去的 但除了追兰眼泪之外 其实还有很多很有趣的事情 然后我可以先帮大家梳理一下 就是最主要的 你一定要去的地方 像是西伟半岛 西伟半岛的合作社 这个地方呢 在一个叫做芙蓉澳的小澳口 然后呢 在过去 马祖有一个大海盗 我们先简称他为大海盗 但他也是一个当代的大英雄 就是他在那边 就是做了很多经商的贸易 然后在马祖是一个大人物 然后他以前的这个司令部 就在芙蓉澳这个地方 然后他把 马祖这边就是把他的司令部的房子 给重新整理 然后就有这样的一个年轻的团队 就进驻到里面 然后开始做一些有趣的事情 那一开始当然就是先开餐厅 然后但是其实大家不要误会 年轻人不是为了开餐厅而开餐厅 他们总是要有一些方法先跟地方混熟 然后或者说进入这个地方 然后再还是要维持生计 然后开了餐厅之后呢 他就开始跟附近的这些邻居交流 然后附近就有一个叫做池大哥的人士 然后他是专门在养淡菜的 对 然后这个养淡菜的池大哥呢 就是他让我吃到世界上最好吃的淡菜 最肥美的淡菜 对对对 然后池大哥他会就是淡菜 他就是会先用刷子 把那个淡菜刷干净之后 就直接用清水来煮淡菜 然后就可以吃到最原味的淡菜 那当然就是这个淡菜只有吃原味的也很无趣嘛 所以那个咸味道 不是那个西尾半岛合作社 他就是做了一些变化 所以你可以在西尾半岛工作室里面吃到 可能比如说是淡菜的抹酱啊 对 然后或者说用淡菜 煮成这种那个油渍的淡菜 然后配那个季光饼 他就把它弄得比较细细 很fashion 对对对 然后那个空间非常的漂亮 因为你就想像你以前是大海盗然后站在这二楼的窗景看过去 真的是一望无尽的海景 然后他在当时怎么这样作战指挥的场景 都会有一种那种历史的画面在你眼前的那种感觉 哇好有创意哦 因为如果在地的比较老一辈的马祖朋友 他可能就不会想到这个啦 他不会想到说把它做成比较新潮的 他们在地人就会觉得说 我就是要吃最传统的 原味就是最美味 但是我觉得还是可以有一些不一样的选择 因为他如果是做成酱料的话 他也可以比较大规模的贩卖 他也可以在网路上贩卖等等 然后我一定要推荐大家去到那个西尾半岛的时候 一定要买一个很有趣 我都昵称它为上方宝剑 因为它很长 他们那边其实有在生产那个海带你知道吗 就是我们日本都会去买那种昆布 然后一开始那个池大哥他们都是做生鲜的 然后当季就卖掉就好了 但是那个西尾半岛工作室的佩佩 他就说我们来试试看把它晒干 然后那个品质很好 一整片大片的 然后就全部室外晒完 就是晒室内 然后就像展览一样 你就可以看到一整一整个房间都是满满的昆布 然后最后都会把它包装 用很美的包装 简单的但是很美的包装 然后上面就写说是哪里产的 然后在哪一个海域 然后是谁制作的 然后你就可以把它带回来当那个伴送礼 我觉得这个送礼很有意思 对 那这那一条会不会吃很久吃不完 不会啊 因为它就是煮糖很方便 捡一捡捡一捡来煮糖 然后有时候还可以做一些凉拌的小菜 这蛮酷的 很棒 很有在地特色 对 这还有在地特色 然后我一定要推荐大家去到这个南干的话 还可以 因为你知道年轻人去那边玩 都会总是会觉得好像少了一点什么 要需要酒精的话 虽然喝酒不开车 开车不喝酒好 可是我们还要推荐大家这个 马祖老酒 很有意思的 对 它不是老酒 它应该算新酒 它是一个小酒馆 叫做益家小酒馆 益是很复杂的那个太后益子的那个益 对 益家小酒馆 它是也是一个返乡的姐姐 然后她在那边开的一间小店 然后她的这个小酒馆里面有两支金亮啤酒很特别 一支呢叫做忍东金银花啤酒 它是在马祖非常常见的这个金银花 然后另外一支就是马祖的高粱 对 不是只有金门超高粱 马祖的高粱的品质 也非常的好 所以她就用这两个很有特色的物产 做成了两支啤酒 大家可以去一家小酒馆尝尝看 好特别哦 我觉得在马祖喝老酒要小心 这是什么 太好喝了很容易 对 因为它老酒就是喝起来不是像那个高粱那种 感觉你那个酒精很浓 嗯 可它其实酒精浓度也高 对 然后又甜甜 因为我有一次就是 不是路跑的那一次 是再更早一次 我跟蔡大哥跟几个朋友去 然后我们几个老婆 再回台北之前的一顿午餐 在他们一个很有名的餐厅 我们就喝了老酒 嗯 就是觉得太好喝了 而且耍腿耶 对 喝到你知道吗 我们居然吐了 哇 因为太顺了 真的太扯了 真的 上飞机前我跟另外一个姐姐两个都吐了 我想说这个老酒会骗人 太可怕了 而且每一家的老酒 其实味道都有一点不太一样 对 然后红麴也是他们很有名的 也是 所以他们这种红麴炒饭 对对对 然后还有黄鱼 所以我们讲地方创生的话呢 大家如果有机会到马祖去的话 你可以找找刚才总监讲的这几家店 可能你这个感受都会不太一样 然后呢 可以拍拍照啊 打个卡 跟别人介绍一下 马祖有什么好吃好玩的 好那讲完马祖呢 回到这一次的这一本 我们的生活在地方 微笑台湾的这一期的 这个 你们是珍藏版 因为这个议题 其实不会常常这样子 用这样的方式做 我们这本比较类工具书 因为里面就有很多的 它这个好多 在各个县市 不只马祖 就是各个县市都 隐身在其中的一些 创生的东西 对 我们把它梳理的比较简单 让大家比较容易懂 因为地方创生 不是只有回去家乡的人的事情 它其实需要大家的帮忙 因为我们常常在 我讲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好了 台东的慈赏 大家一定都去过 也很喜欢 对 讲到吃上就是便当 还有米 还有那棵金城武树 对 对金城武树 对 然后你会想到说 每一次秋收的时候 那个稻田 一望无际的稻田 没有电线杆 有没有觉得很问号 为什么 因为通常台湾的民宿很喜欢 很喜欢盖在那种美景第一排 但是都被电线给打扰了 对 或者是有很多的电线杆 但是他那边那一片稻田里面没有房子 也没有电线杆 为什么 因为在地的人知道他们这一片美景的重要性 哦 他是要靠这片美景来赚钱 对 这就是他们赖以为生的方式啊 不管是中稻子或者是观光 都很需要靠这样子一个美景 长长久久的持续保留下来 所以他们在地有一个共识 那这个公司需要靠公部门 需要靠协会 需要靠在地的这些产业的业者一起支持 所以我们就把它梳理成这次地方创生的生态系 有六个很重要的角色 就是我们刚刚一直提到的地方创生的团队 然后其实基金会也很重要 像我们比如说台湾好基金会 它协助了台东的池上很多事情 然后居中协调 然后像比如说公部门 我们刚才提到像林务局 其实就有这样所谓的林业的创生 或者是山村的创生 也正在进行当中 然后企业呢 其实也是支持地方创生 很重要的一环 他们现在不再只因止于说 我只是捐钱 然后或者是说 我只是带我的员工 去做一个志工的旅行 他们其实现在跟地方 有更多比较深度的交往跟合作 都在我们的案例里面 会跟大家分享 然后另外其实还有学界也很重要 我常常都昵称说这个 学校的老师啊 或者是这些研究室啊 就算是地方的开发部门 他们有很多的know how 然后很多的技术 其实可以透过地方来去实践它 然后这我觉得也算是一个 入室的学术 过去我们常常都会说 那个就是纸上谈兵 你研究的我根本没有办法 在我的实际里面发生 我们都有很长的距离 但现在我们找到很多案例 采观学合作 没错它就可以到这个地方 协助地方的成长跟改变 而且拥有第一个最好的技术跟观点 我觉得这是对地方加分很多的 然后最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叫做重要关系者 可能就是你我 对我觉得很重要就是我们旅行的人 或者说我们常常会到各地移动的人 都有可能是重要关系者 那生活是它可能是一个平台 像我们讲说募资平台 它可能也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平台 让地方创生被看见 或者说去试试看水温 我这样的商业模式 我这样的产品 有没有办法受到欢迎 有很多不一样的跨界的合作 我们都把它称为重要关系者 所以这样子经过厘清之后 我们就会对地方创生这个概念 更宽阔 然后更理解说 地方创生到底是什么 然后他们一定就是以地方 作为他们的基地 对 然后开始往外去拓展 那可能就是由下往上涨之后 然后可能会有更多资源 对 结合 这我们刚才有聊到 其实地方创生它不是一个政府的政策 政府政策都做不起了 对真的做不起了 因为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的样子 我这个地方想要涨成什么样 其实是由住在那边的人决定的 对 所以由这些年轻人他们开始去想象说 我的家乡的未来是长什么样 然后我觉得公部门它就是一个协助的角色 有很多的法规需要被解决 像比如说我们现在不是看到很多在地的小旅行吗 那之前很常在吵的就是说 这样子有没有合法 因为可能过去在带这个旅程的时候 可能要有所谓的执照 职业的执照 就是旅行社的执照吗 或者是一些导游的证照吗 但是这些法规可能就需要与时俱进的做一些修改 那再或者是说我常常听到说有一些年轻人 他想要在自己的家乡开民宿 透过这个空间来扰动一些社区的事情 可以共同做一些改变 可是这个民宿的证照的取得不是这么容易 因为所谓的民宿可能在市区就没有办法有这个合法的证照 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需要政府来修改 因为要与时俱进嘛 因为我们的很多的法条其实都是二三十年前的 那我们会先说一些特法或者是一些特例 来去容许这些年轻人做一些不一样的尝试很重要 而且我发现现在这一些在创生的年轻人 他们其实也蛮勇敢的去接触很多不同的 例如说他们会去接触公部门 他们去接触基金会 他们去接触企业 他们就会踹踹看 想说找各种的资源来试试看 找不同的伙伴 那现在其实真的是蛮跨界的 就说各种不同的单位 我们互相的合作就会让一加一大于二 让这个地方的特色更凸显 其实现在企业都要ESG 现在大家一直这样ESG 这两三年真的ESG ESG很多 一个经理要写报告书了 难怪哦 但是大家过去ESG都提环境跟治理比较多 都没有在讲社会 社会这一块他不知道怎么做 那我就觉得地方创生 其实提供了企业很好的一个支援 可以试着合作看看 是 也提供给大家来参考看看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10点51分 欢迎回到POP最正点 我们今天聊聊地方创生 那刚好我们看到了微笑台湾的好几本的记刊 都觉得哇里面报道的各乡镇的一些地方创生的故事啊 还有各乡镇的好吃好玩都觉得很有趣 那今天访问到的就是总监李佩书 这一期夏季号的讲的是我们的生活在地方 那一般民众翻阅印刚刚讲说有点类似工具书啦 好他就是可以到当地去例如啦有一个那个牡丹养鸡 这个也蛮有趣的耶 牡丹真的是我的爱耶 大家会不会不知道牡丹在哪 牡丹在很难耶 对它在屏东 然后那个真的钻车 墾丁在上面一点点嘛 对对对对你真的很厉害 那牡丹那里真的很漂亮 如果有机会去的话 一定要多留几天 因为我上次去那边就是 它有一个很漂亮的哭泣湖 然后几乎一年四季你都可以闻到 那个野浆花的香气 哭泣湖喔 对对然后还有东原的水上草原 然后那边牡丹湾在那边吗 牡丹湾不在那边 不是不是对对对 然后那边还有阿朗伊古道的一段 阿朗伊古道有在那边呢 对而且你去阿朗伊古道 你不想要那么辛苦的话 你就去牡丹就对了 因为你只要去走一段就好 而且那一段不用申请 然后你就躺在那个 它那个就是圆圆的那种石头 它不是那种很刺的 鹅卵石那种 对就是类似像这样 然后你可以躺在那个历史摊上面 然后听那个海浪的声音 那边海浪的声音 跟你在台湾其他听到的海浪声音 完全不一样 哇 好那你们报道的这个是一个 也是自己的原乡吗 对因为我觉得公墓们 其实还蛮需要 帮鼓励他们的 对我觉得这个 像工作很不容易 就是相公所他们意识到说 如果我只有靠观光的话 那你看像疫情 没有人去那边的话 在地人怎么生活 所以牡丹相公所就很有意识的 去推动他们自己的产业 因为我们刚刚讲到的 地方双生跟社群 更不一样的是 他们要懂得怎么样 在地方上自立 就是要自己自给自足 对所以产业就会变成 地方双生很重要的一环 然后在牡丹这边就发展了一个叫做山林养鸡 那就是平科大的美惠老师 来去协助他们 然后跟着这个相公所一起辅导了一批 在这边生活的原住民朋友 然后他们就在自己的山苏园里面 然后森林里面 自己自家的森林里面养鸡 然后养的叫做山林牡丹鸡 对 然后这个牡丹鸡呢 你就知道它那个肉质真的很好 很好 牡鸡下蛋 那个蛋应该很营养 对因为它就是吃野菜 然后在那个山林里面跑来跑去 然后这个叫做 它有一个特别的品种 是特别挑过的 并不是所有的鸡都可以在山林里面养的 因为它可能要比较抗潮湿 然后抗虫害 所以它的抵抗力也相对比较强 哇这个真的 也是可以看到 这个各个在地都有长出自己的样子 大家如果对我们今天的主题有兴趣的话呢 也欢迎大家可以来阅读 微笑台湾这一季是夏季版的这个主题 好那你们秋季版要做什么 先跟大家预告一下 可以 不用卖关子是不是 好来来预告一下 我们要做的是小渔村的旅行 哇 小渔村的旅行耶 对 超酷哦 对很酷 我才配书总监讲完之后我就说 我就想到韩剧海岸村恰恰恰 对 他们在济州岛有小渔村是不是 我们台湾到处是渔村 真的 大家都不知道 大家都不知道 而且每个渔村吃的东西 然后他们的捕鱼的渔法都不一样 还有海女 对 你们有访问很多海女吗 这一次可能会有几个渔村会提到 哇太棒了 好期待 谢谢天下杂志 好我一下台湾做这么有意义的报道 我们需要更多这种报道 让我们这个 不管是我们自己在地或者是国外的朋友 更理解台湾各乡镇 有自己不同的美 好 非常谢谢